高宮校園後方的圍牆外 出現一名戴紅帽的男子 手上拿電鋸開始修剪樹木 樹枝接連硬生倒下 最後樹幹被斷了頭 天塵那個鏟頭 這不會火了啦 我不好意思 剛好照顧 我不會 燒頭 機器好 然後塵塵 我怎麼拿花影不見了 你人家在運動 如果要擦一下 這個怎麼會比上 一細節二十五顆形成 天然綠狼的行道樹 光凸凸只剩底部樹幹 當地名帶開始找 找誰動的手 發現不是縣府 也不是公所 最後終於確認紅帽男 是隔壁三河裡里長 有搭到一塊土人 騷擾到機車那邊出車 很危險 有到 我有看過 一個月都沒辦法走 里長修樹變砍樹 IP修剪手法太過粗暴 校方說也不知情 用砍樹的方式處理 我覺得有點過當 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我們是做環境整理 當然它基於這個環境 跟那個人行道的安全的 事實上我也不願意 跟它做苛責 這所高宮校園 後方警鄰林森路 校方為友善行人 十多年前將校地退縮 築起圍牆 公所設置人形地磚步道 及植樹 提供給大眾使用 但如今二十五顆行道樹 剩下短短一小節 濾井消失 取而代之是二十五個 該在上頭的交通錐 在內新聞區數位 正會報導